发现和分享手工的喜悦 这里是恭喜手工实验室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初件配饰系列 满天新的勾编制作教程 线材采用日本进口40号极细断染镭丝 搭配24K包金材质配件及进口米珠 提升整体精致度 整套配饰包含一对耳钉及一只戒指 有两种配色可选 具体配色色号和勾针型号参考材料包详情页面 单肢耳环或戒指分别由7-10朵同样的小花组成 具体的数量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调整 花朵采用环形起针法 勾置一圈即可 接下来进行具体的演示 首先进行起针 将线在左手食指上绕两圈 右手将线圈取下 接着将线在左手小指上绕一圈 从食指和中指间穿过 将线圈转移到左手的大拇指和中指上 右手拿起针针 针针穿过起针的线圈 绕线 从线圈中拉出来 针针再次绕线 拉出 这样起针就完成了 接着我们要勾锁针 勾针 绕线 拉出 这就是一个锁针 再勾两个锁针 接着找到第二个锁针的一根辫子 注意看 也是勾针往回数第二个锁针 左侧的这一根辫子 勾针穿过去 我们要勾短针 勾针绕线 拉出来 勾针上有两个线圈 勾针再次绕线 直接拉出 这就是一个短针 接着我们找到第一个锁针的一根辫子 注意看 这里是钢材的锁针 我们调 我们调 相邻的这个锁针的一根辫子 勾线拉出 再次勾线 拉出 完成第二个短针 接着勾针穿过起针的线圈 勾线 直接从 所有线圈拉出 这是一个引拔针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小花的第一个花瓣 接着勾三个锁针 开始第二个花瓣 同样 在第二个锁针上 调一根辫子 勾短针 接着挽回在第一个锁针上 调一根辫子 勾短针 然后在起针的线圈中引拔 直接拉出来 这就是第二个小花瓣 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 勾完剩下的三个小花瓣 这里最后一个花瓣的短针 完成之后 同样在起针的线圈中 最后再引拔一针 预留一小段线头 不用太长 大约五六公分就可以 断线 接着我们看到 左侧这个是起针的线头 我们要开始收线圈 轻轻拉动起针的线头 会有一个线圈活动 先拉紧活动的这个线圈 接着再拉紧线头 这样线圈就收好了 同时我们也完成了 一个小花的勾织 接着我们要来收一下 这个最后结束时的线头 将勾针从后往前 穿过小花的中心点 将最后的这根线头 从前往后拉出 拉紧 再调整一下小花的形状 接着我们要在花朵中心固定米珠 我们将勾针在从前往后穿过花朵的中心 这里有两根线头 长一点的应该是起针的线头 挑起针的这个线头 将起针的线头拉到花朵的正面来 接着可以先修整一下 线头的前端 接下来取出一颗米珠 直接将米珠穿到线上 线有一定的硬度 可以直接这样穿过去 接着将勾针从后往前穿过花朵的中心点 将线头调到花朵的背面 这样就可以将米珠固定在正面的中心了 这样就可以将米珠固定在正面的中心了 完成之后 调整一下米珠的位置 将花朵向上捋一捋 这样一朵小花就正式完成了 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 完成足够数量的花朵 接下来我们演示一下 小花的固定方法 我们要将花朵固定在碗盘凸起的这一面 我们看一下碗盘 一共有两圈 第一圈有六个孔 每两个孔可以固定一个花朵 外圈十二个孔 同样每两个孔固定一个花朵 将两根线头分别从相邻的两个孔穿过去 这里如果中间只固定一朵花 也就是整体只用七朵花的话 其中一个线头可以从最中心的孔穿过 穿过之后 打两个结 稍微固定一下 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 将剩下的花朵全部都固定好 如果要固定十朵花 就在内圈分别固定三朵小花 这一组我固定了七朵小花 中间一朵 外圈六朵 从背后看 就是每两个孔固定了一朵花 另一个组合 尾宫固定了十朵小花 内圈三朵 外圈是六朵 加上一朵用于调整形状的 大家看一下 这样子比较多的情况下 会比较拥挤 但是侧面会比较有立体感 大家自行选择 接下来我们来搜一下背后的线头 涂抹适当的胶水 将所有线头拧在一起 将它这样长绕起来 留一小段 先修剪掉 因为碗盘中间会有空隙 所以我们可以留这样一小段 再用胶水固定好 这样不容易松脱 固定好之后 我们取出耳钉的下半部分 套在网盘上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一共有四个这样的小角 我们可以在两两对应的小角上 先这样子 稍微用力夹一下 让它有一个倾斜的角度 之后我们会比较好进行固定 接下来可以用 材料包的这个透明的袋子 盖在耳钉下方 将四个钉都夹好 这样不会将耳钉划出痕迹 四个角全部固定好后 我们调整一下我们调整一下正面花朵的形状 如果不是很紧凑或者容易松脱的样子 可以用胶水来进行固定 接下来看一下背后的耳钉 耳钉是由链条加上珍珠来组合成的 取出一颗珍珠和一个源头梯针 将梯针穿在珍珠上 接着将梯针折出90度的角 使用尖嘴钳下方可以剪断 踢针 我们在踢针的一公分左右将它剪断 接着取出圆嘴钳 从踢针的剪断的头部开始 这样制作一个挂环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链条 材料包会配一根比较长的链条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调整链条的长度 这里我们做一个稍微长一点的 先将之前制作好的珍珠上方的挂环 向后打开 注意不是向外而是向后打开 将链条的一端先穿在挂环上 再将它合上 注意这时候整条链条可以先不剪下来 挂好之后将链条和耳钉的主体 拿在一起 这时候可以确定一下长度 在自己决定好的长度的位置 直接用尖嘴钳的下半部分 将它剪开就可以了 剪开之后 取出一个开口圈 用开口圈辅助工具和钳纸 将开口圈打开 将这个开口圈 穿在链条的另一端 接着取出尖嘴钳 将开口圈穿在尖嘴钳的一侧 合上开口圈 注意一定要合紧 这样额度的部分也组合好了 戒指的部分 碗盘和主体的连接方式和耳钉是一样的 大家自行完成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一款 出键配饰系列满天心的制作学习 恭喜手工实验室 感谢您的观看